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假设我们现在在我们接受您的理论 认知这个Stable Water Cluster形成的经络系统存在的 这个经络系统和我们现在生理和我们的解剖学当中 所提到的淋巴系统 血液系统 神针系统 这都是全身运转和联络 联系全身系统的 之间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啦 特别是气 它是从气去的 所以如果你看中师都说气学气学的 对 中医讲气学 而不是学气 对 有的道理 气到了 学才到 所以如果气不到 学到也没用 我给你看了以后我图片太多了 我这上两万张的图片都能证明这些中医的理论是很正确的 因为他们那时候也是气功大师 他们都整天在想一些问题 虽然没有现代仪器 但是他们也有一套的 很完整的 到现在还是非常完整的系统 我只是把它物理 数学放进去 所以我是因为我结套是一定对的 因为中医做了那么多 其实所有医学才特别是西医知识100年 他们因为所有的clinical test 了不起是几百个人 几千人 中医 你说针灸被痛的多少人 中医的治疗效果已经毋庸置疑了 但是他怎么解释 中医自己也很难解释 对 解释不了 所以我都能解释 所以这个解释 而且很自然的解释 那个assumption 那个假学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都准确 每次都准确 我现在是百分之百啊 我开始还不相信啊 我一拍照片 喝了一瓶水之后 就马上改变了 没有一个例外 所以如果谁不相信 经络的存在 请来 我们的office替他拍 那么就能找到 通常是 不是胃经有问题啦 就是膀胱经有问题啦 就是一个都有点问题 大肠有问题哦 所以都都有一定的问题的 没有说一个人是完全健康 对不对 小问题总有嘛 好吧 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认为能够接受您的理论 接受您的科学的实验 下一个问题大家恐怕比较有兴趣的就是说 我们既然知道了经络的物质基础了 它是有物质的 对 它是一种物质基础 它不是一种我们在哲学概念上的一种理论性的一种推测了 而是有物质基础的东西 既然是有物质基础 而且这种水团促的这种物质已经被科学证明是存在的 而且你已经把它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物质把它提炼出来也好把它合成出来也好 已经变成了一种物质存在了 我的下一个问题想请教说 它的医学作用是什么 或者说它如何作用 所以我是说它是静络堵了就会病 我就把它修补了 静络就通了 您的修补的概念是一个给它外来的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例子 我们刚才来的不是高速公路堵了 堵了怎么办呢 什么气质不能通了 我们是等于在旁边再开一个bypass 所以就这样子去了 所以气还是照通 信息还是照样过去 那您的bypass如何做 它喝了它自动会去的 你喝的是这种固态水离子 是 这种物质 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药了 能那么说吗 我们不认为它是药 因为它不治任何病 只是把你自我的能力提高 它不是药 所以也没有副作用 也没有治疗的作用 它的有没有生理作用 有生理的作用 但是是把你自我的能力提高了 什么能力 比如说免疫的能力 您的指标是什么 这个有人做过 UCLA的教授 Benjamin Bonavide 他第一个做这个就做这个实验 interferon gamma 这些都有指标做出来的 它是由免疫物质的增加 对 或者说是免疫体的整个机能的提高 是 喝了这个好几个人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 Norman Schiller也做了 免疫系统的增加 应该这么说 免疫系统增加是一个 应该说这是个生理现象 是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治疗手段 不是 因为就是说免疫系统的增加 在于人体来讲 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好的一面 抵御外来的一些 外来的感染 或者外来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抵御外侵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的免疫系统 太过于活跃的话 自身的一些 比如说自身免疫疾病 甚至一些过敏疾病 反而会使病情增加 所以现在西医院对这些 自身免疫疾病 没办法 因为它只能减少 只能提高 不能减少 我们这个因为是 增加你自我的能力 太多可以减少 太小可以增加 这个在中医来说 是蟹跟补同时精神 蟹是太多 我懂您的意思 补我可以理解 你喝点这个 如果说固态水 真的有作用的话 你喝点东西 会增加你的免疫效果 你这个蟹怎么做 蟹其实很简单 譬如说你的毒很多了 喝几个水 它会自动排毒 通常排毒也不是发血的作用 是你自己排毒 你的细胞里面 譬如说有Mercury 有水银 有毒 你力量不大 就推不出去 我现在把它营养的气学到了 它有能力了 这会把所有的毒排走 所以通常来说 如果毒性多的 它当天晚上可能就会皮肤痒 或者是拉大便 看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就是能排毒 这个就是最明显的生理作用 那这就是 其实这就是回到中医理论 中医其实严格来讲 中医并不针对现代医学的某个病去治病 有道理 而是它是提高周边的 你的健康机体的能力 来对抗疾病 或者说来降低造成疾病发生的各种因素 来使疾病自我来愈合 也就是说如果固态水可以有这样一种效果的话 那我还是想问这一点 因为细胞和血液和淋巴和神经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医学已经可以说得很清楚了 任何一个组织细胞和这个三种之间都有 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关系 可是跟我们的经络 毕竟是我们老祖宗在理论当中并没有细胞这个概念 这个东西如何发生关联 所以我是要把中医的经络提心 要旷充 中医的只有十四条经络 经是大的 小的叫落 落就已经不怎么讲了 其实更有一些更细的叫酸 其实现在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讲了 是等于高速公路有小的路 就有更小的路 这样子的 像我们血管系统一样 大血管系统 中血管系统 小血管 微血管系统 那么更迷信一点 可以说是Internet OK 没错 Internet因为它是信息 学艺没有信息的 对不对 学艺信息很少的 主要是给营养的 那么神经通常是单向的多 大脑告诉你怎么样 回去的比较少 那么这个这个而且这个Internet呢 是到处都走的 所以我认为中医的经络是一个网络 到所有的传 不单只是所有的器官有 而且每一个细胞都有 直到直接到每一个细胞 所以这个变成把中医的理论变成更细 更精细 而且也更容易去测试 我有个实验说 比如说一个Fertilized A 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细胞来的 单体细胞 你要分成两个细胞 两个变成四个 四个八个 那八个的时候 这边头跟每八就要有信息 我是头你不要抢我 我是指纹我就要上去 我是头我就要伸眼镜 现在在我们RNA DNA系统里面 有这个Message RNA或者DNA的一些系统 它是有起到这样的 但是它不会接变DNA从这个细胞转到哪个细胞 什么去这个信息 这是第一条经络 细胞跟细胞的水 你这些细胞之间的关联是经络 对 因为它一定有水 而且水就有特别的 这个很容易做的 如果给我一个很好的生物教授 我跟他合作 就做出来 这个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诱人 原因就在于说 其实经脉理论的经络理论 它最重要的来讲 除了一个纯理论的研究 为中医中药 中国两千多年的一个老祖宗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文明 给了一个现代的科学的解释 这点非常重要 可以说 这个以前大家总是持有很多怀疑态度 甚至很多科学家都喊出来 中医无用论 甚至早到这个新文化运动时期 早在上个世纪 二十年代 十几年 这个1919年就有人喊出 这个达到孔家店取消中医的东西 但今天看来 虽然我们中医依然在 在实践当中 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很多人 就像您说的 甚至西医的很出色的大夫 当他们碰到一些疾病的时候 他还求助于中医 他尽管他不认为中医理论他能接受 但是依然他还认为中医的重要性 但是当您的工作完成以后 就为中医理论 就把这个最核心的部分 也就是说任何理论 除了有一个理论基础 在医学方面 你必须要有一个物质基础 就说说白了 就是要看得见摸得着 如何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其实大家更关心的 如果说我们的这种 Stable water cluster 这种固态水 能够像您说的 喝下去就可以对我们的经络油所改善 而从而改善细胞 从而影响疾病的痊愈 有没有它的医药作用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